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我最害怕深夜里 老家打来的电话 上大学的时候 晚上正在寝室里打闹 突然电话响了 那头是我妈 做子女的就是这样 一般当你主动打电话 说到最后 就是要点生活费 而一般家里主动打电话 就是提醒你要穿秋裤 换名币 但当时那个电话很特别 妈很潦草地问了我 最近怎么样啊 她没说任何具体的事 我感觉她有点 没话找话 最后我妈很刻意地笑了笑 把电话挂了 时隔五年以后 一次回老家 我妈才无意当中提起那通电话 并且给我看她肚子上 长长的一道疤 原来那天夜里 她在住院 第二天一大早 要被推进手术室 她很害怕 想再听听儿子的声音 但是哪怕她很害怕 也不肯在当时就告诉我 真相 免得我担心 参加工作以后 又是一天夜里 父亲住院了 很危险 但是打给我电话的不是妈 而是二叔 二叔声音很严肃 他说你爸住院好几天了 家里人商量了好久 情况很紧急 但又担心影响你工作 但是二叔呢 还是要决定打电话告诉我 因为都当过儿子 如果你爸这几天危险期 做儿子的还没蒙在鼓里 你以后一定会恨二叔一辈子 幸运的是二老最后都没有答案 可能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 最害怕的都是深夜里老家打了个电话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自己的父母的 也许是在你自己也被社会狠狠捶打过以后 儿时的严厉管教 恨铁不成钢 青春期时的欲言又止 父母眼神复杂的观望 参加工作后的不敢打搅 后悔自己年轻时应该更努力一些 才好让孩子的现在不要那么累 他们的年纪越来越老 话变得越来越少 母亲变成了重复要求你 少加班早点睡 父亲变成了从亲戚宴席上计划打包 拿几道菜 回家作几口便宜老酒 喝个心满意足的醉 而关于他们自己 他们总是说一切都好 其实他们年轻时跟你我一样 也有过迷茫 也有过恋爱 也有过义气风发血气方刚 也有过没有皱纹的灿烂模样 教父母如何去教育小孩的书 足够多了 最近看到一本写给子女们 如何跟父母对话的书 作家毕孝南所著 毕孝南曾经专访过 基辛格 布莱尔 吴敬莲 楚石健 曹德旺 王石 金庸 张文宏等知名人士 也在路边的宵夜滩 灶热的工地上 收集了寻常百姓的动人烟火 为人子女时 其实大家都一样 而这本书也替我讲出了 一些我一直想讲 但是不想讲的 感谢观看